把震道者 以无露智相应 震住余理 血滇不已故 震道最后一条 震定 还是以无露智慧 起觉知八真道 都是以无露智为体 没有真实智慧 这就做不到 震住余理 这个离是什么 就是 真如离体 诸佛设相 通达 诸佛设相 这叫诸 设相无相 设相无不相 设设相无相 是从体上讲的 理上说的 设他无不相 是从他作用上说的 会能达出所谓的 能生万法 能生万法了 是无不相 虽然生万法 万法不是真的 当体 当体皆空 了不可得 这叫诸 设相 课定不已 是在这个现象当中 决定不齐心 不动念 这叫不已 齐心动念 尚且没有 当然没有分别 这叫正定 我们在前面读过 凡是往生到西方 极乐世界的人 无论他在魅去之前 是什么样的身份 菩萨也好 身文也好 原觉也好 人天也好 甚至于三窝道众生都有 身到极乐世界 介入 正定句 这一句话重要啊 那么正定句是什么人 法身 菩萨了 不是法身菩萨 到不了这个境界 于是我们这才知道 西方世界 无比的殊胜 只要能往生 凡身同居途 下下平往生 到极乐世界 你就得到 弥陀 本月 为神 加持 入正定句 这就是第二十元 所说的 借座 阿维 悦 智 菩萨 阿维 悦 智 菩萨 是法身 菩萨 云 云 云正三不退 菩萨 我们 虽然没有 真的这个境界 对于 这一桩四 这个礼 多少啊 明白了几分 真明白了 它就会起作用 起什么样作用 在日常生活当中 厨师 待人 接物 古德 常说的 你就看到淡泊了 与一切人 死无 不再 执着了 不再 分别了 就是 其心动力 也大幅度的 减缓了 这就是 从 解物 逐渐 去向 修正 如果对这桩事情 不了解 不明白 烦恼 吸气 不容易 放下 真明白了 真清楚了 自然 它就放下了 所以 精益 很深 是不是 真的 搞清楚 搞明白了 从你的 其心动力 淫于造作里面 你能够表现出来 是不是 真明白了 真明白 你一定会做到 这也就是 所谓的 知难 行 行不难 知太难了 凡是我们做不到 都是知的不透彻 那么 经教的学习 就非常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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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